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老船长 他是猪脑袋 我相信这个周末假日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会来看小弟的节目 为了谁的名 因为其他的老师没办法吹牛了 对不对 那你们来看小弟的节目 我一定要怎么样 把真相跟大家分享 那我直接讲结论 不要怕 老船长 礼拜五跌了109点 你叫我们不要怕 股票跌得乱七八糟 原来股票也会跌 股票不是都只会涨吗 胡说八道老船长 股票当然会跌 股票当然会跌 那你怕什么呢 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对不对 股票它涨多了 加权指数涨多了 它当然要回嘛 那要回的话 大的财经台 大的连线老师 就要找借口跟理由了 不是吗 我举个例子 大家回想一下 今天星期五嘛 我们叫它黑色星期五嘛 你被洗下车了吗 你是自己心里有答案 那可是礼拜五早上 不是这样哦 礼拜五早上的话 大家盘中如果有 有在看或是用听的 这个大的财经台 对不对 跟大老师要连线了 好我们现在来请某某这个老师啊 来帮我们解说一下这个盘啊 哇不错啊 台积电今天连电啊 连发科三王啊 发工啊 这个大老师就说 对啊你看这个盘啊 很稳步攻坚啊 相信很快就可以怎么样 挑战啊 甚至越过12682 哇 讲得头头是道 这边连线的啊 这里大财经台啊 大老师连线的哦 你们啊回忆一下 哇都讲得怎么样 不得了啦 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啵 碰 去 刚好我们来画一条线 到了这边连线的老师 这里开始哦 大老师跟大财经台连线哦 我们现在赶快来请教一下 某某大老师啊 你对这个盘有什么看法 这个地方是不要追高 还是保守为宜 那么12682 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功过的 对不对 一次就功过了 那也未免太容易了 就blah blah 开始讲一堆废话 老船长 你讲的好像就是礼拜五发生的事情 对 所以我常常在说哦 你们要习惯 这一些大的财经台跟大老师的连线 他们都是看图 说故事 这是第一个哦 你以后再看的时候 你不用相信他们讲的啦 我常常跟你们说 因为我在市场算是很资深的 我早上就在笑 太好笑了 这个是阴阳线啦 切一半嘛 这边是阳界 这边是阴界嘛 对不对 过了这条线哦 哇 你看那个连线 讲法完全不一样 跟前面哦 那简直就是怎么样 天壤之别 那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看图说故事嘛 你在这边绝对听不到 有老师跟你说 哇这边看大好哦 不敢绝对不敢 或者是怎么样 这边告诉你要保守 待会要杀盘哦 那就是看着鬼了 没有这种大老师的 你放心啦 那贴着台面讲 找一个国小二年级的 来训练一下就可以了嘛 但大家明白吗 所以说你已经来股票市场 这么久的时间了 老船长一直苦口婆心的跟你说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对不对 不是哦 哇随着那些财经台啊 大老师啊在起舞 然后把他们当神在拜 哇好厉害哦 好崇拜哦 好像一连线什么都懂 什么都会滔滔不绝哦 对不对 还有这种 这个才好笑 注意看哦 还没啦导播 你们要注意哦 要小心哦 盘中有一种连线的哦 那个主持人问那个 就是连线的大老师哦 然后他会跟你讲一些 比较偏的股票 然后怎么样 哇说这股票好到已经哦 不买好像会死掉一样哦 就像今天盘中就有 大老师连线 有没有 哇这只股票好到 大家都不知道 全市场只有他知道 然后呢 哇一堆散户哦 就怎么样追进去啊 哦哦果然是大老师啊 叮咚 砰 全套 谁出货 大家自己想 所以说 很多东西啊 你自己要有那个 台加速第一季赚0.02 这公司等于第一季赚鸭蛋 听得懂吗 每一家公司都怎么样 都有很多的题材跟故事 但不一定会发酵 不一定会成功啊 那有时候是透过分析师来讲嘛 大家了解意思吧 好那这也是一种情况 所以 投资人很可怜啊 只是盘中很无辜 打开电视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听听专业财经台 专业大老师的分析哦 可能就怎么样 叼住 没错吧 那老船长 你刚刚有讲啊 这股票跌很正常 而且啊全市场会去找理由 为什么跌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跌 我跟大家报告 现在全市场说 这个盘会跌的原因呢 我个人觉得很好笑 因为一开始说是美国 把那个中国的领事馆 给它关了 那中国这边呛吓说 你关我的领事馆 没有关系哦 我也怎么样 也要关你的领事馆 那接下来大家就怕了 那如果中国再关了美国的领事馆 对不对 等一下美国川普就说了 你关我的领事馆 对不对 我就关你的怎么样 水族馆 那中国可能回呛啊 你关我的水族馆 我就关你的麻将馆 没有啦 乱来 所以就怎么样 吵来吵去吵去吵来 渊渊相报何时了 不过都是在演一场戏 那这一场戏叫做 川普要拼连任的选举大戏 各位想想看 关领事馆那又怎么样 神经病啊 领事馆 如果真的川普发射飞弹 我就相信是真的 其他都假的啦 对不对 但是呢 市场要找理由嘛 你台北股市对不对 跌了109点 对不对 大老师大财经台 要找理由啊 当然就怎么样 就说是因为关领事馆嘛 哇中美要升高 升个头啊 升 通通在演戏 看不懂吗 对不对 只是利用这一个废话的理由 让怎么样 股市啊 冲高之后压回嘛 这没有什么嘛 压回洗洗嘛 下个礼拜再攻 OK嘛 对不对 那老船长 现在手上的股票 已经跌了乱七八糟怎么办 那三个字啊 看着办 对不对 谁叫你持股一大堆啊 你的老师不是叫你买了几十档吗 对不对 现在你很担心了吧 我平常一直劝你啊 我说会叫你买几十档的分析师啊 一定是大魔头啊 控制着猪脑袋 你就听不进去嘛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全都套牢了 几十支全都套住了 然后呢 他也不会管你啊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不过这个还好啊 假论你是套在电子股啊 或是其他船长我觉得OK啦 老船长你话中有话 对 如果你是套在生计股啊 那事情很大条啊 不相信是不是 好我们就一桌一桌来 我相信哦 我是全市场最有资格 讲合一的分析师啊 因为当合一 跌了八根停板的时候 打开来 然后拉涨停锁的时候 全市场说什么 哇 这个生计股 跌这么深哦 强谈是应该的 谈去哪里啊 有谈吗 有谈吗 有吗 就再一次告诉你 那一些人 所以你以后要把名字记下来 哪一个大老师什么时候曾经讲过 这个生计股可以强反弹 他会强力反弹 因为呢 他跌得很凶 所以他也会强弹 对 有谈吗 再套 我在这一天 涨停锁这一天啊 各位观众这一天哦 老船长在这一天直接哦 跟你们说哦 不要去碰合一哦 老船长你的确有讲 但是我们不会理你的 你放心 我们试驾敲进去啊 非常好啊 很好啊 对 赶快敲啊 今天还有210块 我就看你合一 交什么成绩单嘛 210块1PS 各位观众说要多少 起码要赚一个股本吧 对不对 那你看看合一 有没有办法 今年赚一个股本呢 以他第一剂赚鸭蛋来讲 第一剂赚鸭蛋来讲哦 你认为 他今年有没有办法赚一个股本 不是什么新药吗 糖尿病呢 我早就提醒你们了 有的基亚跟浩鼎的前车之鉴 我讲到已经嘴巴很酸了 你们就是听不进去 市场上有专门在吹捧生技股的 然后觉得自己是生技大师啊 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生技股 其实不是啊 我们不想坑杀散户啊 不要搞错了 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股票 下个礼拜台北股市如果再攻的话 搞不好他还要继续跌啊 因为这个筹码大户已经出了嘛 现在掉在散户的手上 散户在等看谁来抬轿啊 你觉得谁会帮你抬轿 你认为呢 导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头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头顾咨询电话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 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等你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头顾 详询电话0800-555-808 0800-555-808 讲到合一 就不能够不讲中天 怎么办 诶有公布EPS 好棒棒哦 对啊 我昨天才提醒你 他公布的EPS 6月的 请问他整年度 都会这么好吗 你们有没有去想一下 全市场只有我提醒你们 大户有没有出了 你认为呢 合一中天 现在最怕的就是一件事情 叫做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老船长 母汤啊 这样太残忍了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人家讲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来到股票市场 你就是要投机 就是要去做这种股票 就是要去相信那种 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 生计别的老师都不懂 他们最懂的 对 那我也早就预告了嘛 出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无所谓啊 对不对 嬉皮笑脸就好 口袋满满的啊 对不对 那你呢 走向归零高之路啊 老船长你真的都有预告 全市场就只有你一个 一直发神经病 在那边预告 我们都当作是你怎么样 狗废火车啊 对 那老船长你还讲 我的职责啊 我来这边录节目 又不是来这边专门招收会员的 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对吧 爱听不听 也没办法 因为毕竟怎么样 对 不听不听不听 忠言怎么样 逆耳啊 这个从以前自古至今啊 这永远都是这样子的 有没有人听到忠言说 好棒棒 很少啦 大部分人都听不进去 所以才会有怎么样 忠言逆耳四个字嘛 对吧 那谁愿意做这种 吃礼不讨好的事呢 好比你们现在手上 有很多观众有生计股 我讲完听听听的又不高兴 对不对 从合一最高点 我就天天讲 天天跌停跌停 他就不高兴啊 但是他不知道 谁害他 谁救他 他搞不清楚 他的人生也是满可悲的 谁在救你 谁在害你 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 亡你还成为一个人啊 还投资人 各位观众说 对不对 好 那你说你没有合一 你没有中天 那你至少也有这一支吧 这个叫什么 检测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老船长 头部很大嘛 小心啊 反弹完下去 为了下来谜 给你们看就知道了 这第一季完全不赚钱了 股价多少钱 高达一百多块 很多公司很赚钱 股价才三四十块 大家不爱买 喜欢去买那个怎么样 亏损公司不赚钱的 股价几百块 我常常觉得啦 真的很多东西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在讲的时候 我不是今天讲 你们看我节目这么久了 对不对 我一直提醒你们 什么生计防疫概念股 你们超出这个基本面的 你就不要再去碰 不要再去追了 老船长你真的一直讲 讲到我们都转台好烦 对我还是要讲 那没办法 对不对 好 那你说比较棒的这一支 对啊 口罩的恒大 他也是怎么样 很容易让你套牢啊 因为这个线形都是有个大头在这边 你们都要小心啊 保龄赋井跟这个怎么样 恒大都是一样的意思啊 所以老船长我们今天国光森长非常好 我知道你要讲国光森嘛 你的老师带你买来这里 你在等解套嘛 我知道嘛 小心一点 那因为国光森有的什么意思 因为国光森 他今天还有机会这样拉上来 还有一咪咪道理 就是我说过了 他疫苗研发不出来没关系 假如有国外研发出来的话 可以怎么样 请他代工啊 就像人家伪台积电 做晶圆代工是一样的意思 国光森他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跟水平 也值得怎么样 国际水准的信赖嘛 请他代工 那还可以赚一些钱 还比较有道理 或者是你说 请这一支来代工 搞不好也许可以 但是话说回来 这个头跟国光森的头很像 你的老师应该带你买这里嘛 都好 对不对 怎么会买这里呢 实在搞不懂 那万一没有接到代工的订单 完蛋了 就积极了 那你要不要赌啊 你要不要赌 不需要去赌这种股票 我觉得你这么爱赌就怎么样 等到解禁之后 你就买一张机票去澳门赌嘛 很快当场 装弦大小 对不对 我们是来投资的嘛 我是不是常讲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会 你们买台积电就好 我在这个频道讲了多少次 讲了多少年 我说你什么都不懂 你就非要买股票 你就买这一支 我都直接敢 直接讲台积电 结果赚翻了 可是投资人不需要买台积电啊 投顾老师也不能叫台积电 你请会员 现在买进台积电 会员就跟你翻脸了 我交会费你叫我买台积电 那我干嘛参加会员 所以有的时候很无奈 不是说我们看不懂台积电 它会持续的涨 对不对 我认为外资估它涨到四五百块 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对不对 像联发科 对讲到台积电 我们就要提到联发科 联发科各位记不记得 它冲到六百块的时候 好多大老师说什么 哎呀不要在这边追啦 风险变得比较高啦 等它拉回来再买 各位你们记不记得 所以以后你们都要把名字写下来 拿几个大老师 联发科冲到六百的时候 叫人家怎么样 不要再追啦 风险很高啊 今天虽然小跌 还有六百七十五 各位看到没有 六百七十五 到六百块就叫人家不要追的老师 是干什么吃的 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吧 一样的道理 台积电各位记不记得 过了三百五到三百六的时候 大家就说哎呀这个地方 台积电股本很大 这个地方等它压回来再买 你们听都很感动 就甘心 这个老师好有良心 对不对 三个字 鬼扯淡 来三百八十几 今天最高三百九十几 三百五三百六就叫你怎么样 不要再追的 那个不是分析师啦 那一种就是怎么样 金融界里面的前客 在我看法就是这样 这根本是鬼扯淡 然后叠下来 我是不是跟你讲 不要再追了 对不对 好言相劝 你干嘛一直要去追台积电呢 是不是 等台积电拉回嘛 然后涨上去怎么办 我没有讲过 我什么时候讲过了 对不对 当然看好台积电呢 就是这种嘴脸嘛 所以你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带一个笔记本 你要看大财经台 要听大老师讲 你就把他的名字写下来 然后他几月几号讲过什么话 假设你心里想要去买台积电跟联发科 他跟你讲 要怎么样 等拉回你就记录 等拉回 然后把价位写好 拉上去以后打个大叉 不要听他鬼扯嘛 大家了解意思 包括我老船长在内也是啊 可是你们看我的频道 我是跟你说什么 现在都多头市场啊 不会做 不会做买台积电啊 是不是赚翻 真的耶老船长 我告诉你联发科还要涨 外资看1200我不敢讲 但是我告诉你联发科还要涨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就是靠联发科 听得懂吧 中国大陆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 你还怕联发科不会涨吗 对不对 但是它会震荡会洗嘛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那个有限 你看台积电要压回 有限啊 很多人都急着把大量的资金怎么样 进去做买进的动作 这个就让你们会想到说 那个特斯拉有没有 在美国很多人去放空 被嘎到倾家荡产了 老板都在偷笑 你还放空我们的股票 找死啊 是不是 那为什么全世界的钱 要去拱特斯拉这档股票 因为大家知道嘛 它的车子可以卖到全世界 全世界都要电动车嘛 就讲完了嘛 那台积电是不是全世界性的 是啊 联发科是不是 是啊 没有错吧 所以说我们再拉回这个 我们的主题就是说 星期五是黑色星期五 你被洗下车 表示你已经把股票砍掉了 那么下个礼拜 我认为这个盘又会再怎么样 涨回去 因为你们会发现 那个利空都假的啦 川普还会拉股票 还要拉 因为他选不上嘛 他只能够拉美国股市 我已经讲了太多次了 他没有正机啊 但是他要让这个 美国国内很反中的这些人投票给他 他就故意在那边搞 那习大大其实也知道你在演戏嘛 我就配合你一下嘛 你关领事馆 我关领事馆 你关水族馆 我关水族馆 你关麻将馆 我关麻将馆嘛 那又能怎么样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但是呢 股票涨多了 他一定会回 股市就是这样子 但是只是找理由 找借口而已 好不好 现在还是多头市场不用怕 真的不用怕 看到没有 这就是标准的多头市场 压回 压回最好 洗盘啦 否则你这边不这样洗的话 不带量洗的话 开玩笑 你要带着一堆散户怎么样 越过12682 神经病啦 打一下 重重的一下 散户好怕下车了 然后怎么样 一旦越过12682 散户又会怎么样 班师回潮 然后告诉自己 这个盘一定会涨到18000点 那个时候怎么样 越过之后 爆量 大户啊 才会再倒给你 这样懂意思 所以每一次的高点 都是散户插旗 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来的 好不好 希望你在今天看完 古海老船长的节目 对你有所帮助 那小弟呢 就怎么样 觉得很开心 那唯一要拜托大家的 就是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如此而已 我没有 我能够拜托大家的 大概就是这一件事情了 那你要不要离开 那个控制你的大魔头 我没有意见 我也很欢心 欢迎你怎么样 打电话来找我 或是你要来公司看我 都很欢迎 有需要我帮你忙的 你说来这边找老船长谈一谈 我都很欢迎 那不客气来我们公司的 你就直接打电话 好不好 谢谢大家收看 不要不好意思 电话在旁边 周末假日没有事 打一打 我们的助理都在线上等你 打电话进来 看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能够怎么帮你 好不好 我们下周一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